我现在就来到了珠海国际航展中心的中国兵器馆 那大家可以看到主战坦克 轮式装甲车 防空反导 无人装备应有尽有 那可以说呢 这次航展中国兵器是重装出席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兵器静态展区的新闻发言人 让他带我们一睹为快 今年呢 我们展出的一大特色就是突出了体系化的展示 我们在展馆里面呢 是按照火力打击 装甲突击 防空反导 智能弹药和无人装备 划分了五大展区 另外呢 就是我们突出 我们这次展出了很多新的产品 我们这次有四成的展品 是首次参展 我们还展出了这边军工军技展区 这也是首次设立这么大一个展区 来展示我们先进制造 然后深度维修 生机改造 以及军事工程等这个系列化的解决方案 我身边的这辆VN226x6轮式装甲车呢 是本季航转首次展出的一款明星产品 大家看它的造型呢 科技感十足 而且呢 跟钢铁侠还有几分相似 它的车体呢 采用的是一种防雷的设计 可以承受10公斤 TNT爆炸的冲击波 这一款装甲车呢 我们是采用了很多新的技术 是具备世界一流水准的一款轮式转甲车 它采用了这个全程转向 全程转向呢 它可以让我的这个车的转半径非常的小 机动性更加的好 同时呢 采用了可升降的半主动悬挂 这样呢 我如果说在空运的运输过程中空运的时候 我可以把底盘压到最低 能够钻进这个机舱里 全程空间 对 渡过雷区的时候我可以把底盘调到最高 这样的话我增加我的这个底盘的离地间隙 来提升我的防电能力 来到兵器馆 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关注 那就是这里了 无人装备展区 大家可以看到多旋翼无人机 固定翼无人机 无人直升机 以及无人作战车 这些无人装备成体系的展出 也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了 未来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应用上 我们这个金雕150无人机 它是可以进行风群作战的 风群作战就是说我多架无人机同时作战 然后搭配不同任务载荷 每个无人机它去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 相当于是一个空中的小的合成部队了 为了满足广大区迷朋友的关心关切 我们今年依然给大家带来了 我们地面装备的动态表演 那么相对于往年 我们今年动态表演的场地更大 参演的装备更多 在现场我们的坦克装甲车辆 我们的轮车车辆 履带车辆 将会给大家带来爬纵坡 月豪沟 涉水池 蛇行激动等科目的表演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刺激的视觉盛演